收入離太院爆發了大規模的踩踏意外 目前已經有一百五十一個人死亡 但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件呢 詳情再交給特報主播邵珍 來告訴大家 好的 主播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目前最新的死亡人數 是達到了一百五十一人 那其中還包含了十九名的外國人 不過幸好剛剛也提到 目前沒有通報有台灣人在裡面 那麼這些死者呢 幾乎都是十幾二十歲的年輕男女 其中死亡的女性人數 更是男性的兩倍 那我們可以看到IG上 最有網友PO出的這事故 發生前的現場照片 去過南韓的人就知道 首爾其實有很多的小巷子跟斜坡 那離太院當然也是一樣的 你可以看到這個巷子非常的狹長 只有四公尺寬 而且它又是一個下坡路段 那尤其離太院附近 其實有美軍基地 所以長期都是外國人聚集的場所 那當然這個萬聖節活動 就會辦得非常的熱鬧了 所以警方其實在幾天前就有事前準備了 不過沒有想到竟然會有十萬人湧進去 那推測呢就是因為這個下坡路段的關係 旁邊呢其實又都是酒吧 所以大家離開酒吧之後 集體湧進了這個巷子裡面 可能是前面有人跌倒 後面呢有人不知情往前推 所以才會釀成了悲劇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除了死傷人數以外呢 當地的消防部門從晚間的十點十五分開始 一個小時內就接獲了八十一起的呼吸困難的報案通報 那麼社會政府也表示了 到今天早上當地時間十一點 也就是台灣的十點為止 總共就接收了兩千兩百四十九起 跟離太院踩踏事故相關的失蹤通報哦 所以看得出很多的親朋好友都擔心 自己到底有沒有認識的人 會在那裡面發生意外呢 那在昨天晚上發生了這麼嚴重的踩踏意外之後 南韓的總統尹錫悅他也在稍早發表了全國談話 帶你來聽聽 到事件完全解決為止呢 將進入全國的哀悼期 那麼他們也會盡全力來協助傷者的醫療救助 並且徹底來調查事故的發生原因 那麼對於南韓其他類似的慶典活動呢 也展開緊急的檢查 要確認安全的設備是不是妥當 同一時間呢首爾市長聽到消息之後 目前也取消了歐洲的行程趕回南韓 那除了當地民眾非常的恐慌以外 其實警銷人員也是非常膽戰心驚的 在踩踏事件發生之後 晚間的十點五十三分左右 救護人員就已經在梨泰院的地鐵站周邊 設置了臨時的急救中心 而且也動員了很多家的醫院的醫療團隊 前往支援 其實現場就是宛如人間煉獄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龍山消防所長 他當時呢在拿麥克風向媒體做說明的時候 手其實還是不停的在發抖 那也讓大家擔心 他會不會有創傷後的壓力症候群 不過那你來回顧 昨天晚上在消防部門十一點五十分左右呢 就已經將緊急撞菜提升到了第三階段 那代表省呢代表呢 全首爾的警銷 包含附近經濟道還有仁川的警銷 也都已經趕來支援 總計是主動了兩千多人 不過為什麼這樣的踩踏意外 會造成大規模的死傷呢 國軍桃園總醫院的醫師 楊大偉就指出了 主要的死因呢 可能是因為壓迫性的窒息 醫師表示 首先是因為現場人太多太擠了 這樣彼此的擠壓 就會造成巨大的外在壓力 所以會限制這個肺部的擴張 那肺部沒有辦法擴張 就會導致氧氣吸不進來 就會開始缺氧了 所以缺氧一段時間之後 心跳停止 超過五分鐘 其實就可能腦死 所以也呼籲大家未來在參與這種 人多擁擠的活動時候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那目前整體的意外 多達了將近三百人傷亡 不過其實這樣的踩踏事件 在各個國家也曾經都出現過 二十九年前香港的蘭桂坊 它在跨年的時候 就因為人潮擁擠 造成了整排人跌倒 釀成二十一人死亡 尤其在這個月 印尼的足球聯賽現場 又球迷不滿比賽的結果 引發了暴動 釀成了是一百二十人死亡的意外 那在多年前 二零一五年上海的跨年活動 也曾經因為擁擠 有人被推倒 死傷將近百人 人潮幾八街道 二十九號晚間大約有十萬人 湧入韓國首爾離太運 巨星的萬聖節派對 沒想到卻發生人踩人的傷亡慘劇 多達三百人傷亡 而且人數還在持續增加中 但其實人群踩踏實踐不是第一次發生 民眾急爆大街小巷 不斷歡呼興奮迎接新的一年 人群中有人丟酒瓶磚塊 甚至焚燒報紙 民眾沿著街道離開 卻不斷有人潮涌出 造成整排的人同時跌倒 可以看到當時畫面 有很多人躺在地上 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這是一九九三年一月一號 香港蘭桂坊的人群踩踏事故 而二十九號發生的離太運事件 宛如是二十九年前蘭桂坊人踩人翻版 從後方飛機民眾 警方拿著長棍 直接往人身上招呼 還有民眾受到撞擊後倒地 但還是逃不過警方棍棒毆打 這是今年十月初發生在 印尼足球聯賽的衝突 當時球迷不滿比賽結果 賽後暴動 警方為了壓制 卻演變成球迷和警方的大亂鬥 還釀成踩踏意外 造成一百二十五人死亡 一百八十人受傷 另外上海也曾發生過同樣情形 躺在地上的傷患 陸續被送上救護車 大批公安趕到 現場一片混亂 這是二零五年發生在上海的意外 跨年前半小時成千上萬的民眾 湧入外灘 現場擠得水泄不通 觀光平台的樓梯上不斷傳出 有人被推倒 最終導致死傷近百人 而且多半都是年輕人 最小的只有十六歲 像這樣本來開心的活動 卻演變成踩踏悲劇的事件 層出不窮 像這樣本來開心的活動 卻演變成踩踏悲劇的事件 層出不窮 若是不引以為戒 恐怕還會持續發生 那如果自己遇到類似的情況 要如何自保呢 有一名男性的醫護人員 他就分享了個人的經驗 他就表示會發生踩踏 還有窒息的事件 大概是分成兩種 第一就是人站著 然後被高密度的人群 向兩側牆面的壓縮 所以當肺部會被擠到 沒有呼吸空間 就會因為壓力過大而窒息 那麼第二就是像李太苑一樣 跌倒的時候被後方的人踩過去 甚至引發後方的人也被絆倒 所以導致最底下的人呢 他的胸腔沒有了呼吸空間 因而死亡 那麼透過參考國外的案例 就可以知道 第一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護 我們胸腔的空間 所以站立的時候可以擺出搏擊姿勢 雙手握拳 手肘向外撐開 讓這個胸腔有空間可以呼吸 移動的時候呢 雙腳要用滑步的方式向前 不要離開地面 因為這樣壓低重心 其實就不容易被絆倒或者是跌倒 那麼最後移動的時候呢 要往空隙去鑽 不要跟著大家一起搶快 還有千萬不要靠近牆壁 因為這樣就等於封死了求生機會 如果遇上大規模踩踏意外 記住這三招 勾子踏 然後身體成功狀 讓自己能夠形成一個小區域的 一個保護狀態 一群人在一起用手互相勾住 身體成功狀 集體力量 才不易摔跤往建築物前進 但若是落單 雙手胸前交叉 左手握拳 互助心肺 最遭狀況不小心跌倒 他主要是護我們頭部跟頸部 身體捲曲成球狀 雙手交叉 緊扣脖子 雙軸向前 保護頭部 捲曲的方式的話 可以保護頭部 保護胸部的肋骨 不至於被壓斷 保護腹部的脹氣 不至於被壓傷 最重要就是別進入擁擠人潮 記住口訣自保 防止慘劇再發生